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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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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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筒捕鱼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 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 老渔民把它叫竹竹筒 因为竹竹筒有很多缝隙 质地也更疏松 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 把竹筒的竹节全部通开 让竹筒内部贯通 这样是为了让陷阱 能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让鱼虾放松戒备 利用他们寻找庇护所的本能 等他们躲进竹筒再打捞捕获 老徐从老宅里 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个钻孔老工具 竹筒捕鱼 这种老手艺如今已经非常少见 因为它的效率远不及大网和地龙 但对于在繁华都市生活多年的老徐 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它寻回内心的宁静 竹筒的绳结要打在三七开的位置 这一步也直接关系成败 手拎在这里 才能保证竹筒出水时 像这样保持倾斜 鱼才不会从漏的一头跑掉 把竹筒穿起来 再在筒上绑一块砖头 捕鱼筒就完工了 老徐的目标是捕鱼 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 连同鱼的美妙味道 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 步鱼身形小 长得又丑又憨 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 一身圆滚滚的白肉 细嫩少刺 尤其是清明前后 更是肥美 现在正是步鱼的繁殖期 它们变得尤其慵懒 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 棒壳的小空间里 显得呆头呆脑 因此也被称为呆头部 这个地方太浅了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 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 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 两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 小山春天多变的天气 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有不鱼吗 有 有两条 这个有 这个多 是吧 或许有运气的加持 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 但对于收获多少 老徐并不很在意 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 那是记忆中最鲜的春味 和久久难忘的香愁 竹筒捕捞的三种河仙 凑在一起 正是一道瑜伽好菜 河三仙 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 加入螺丝 河虾 布鱼 清煮 无需一丝油腥 就已足够诱人 布鱼肥美鲜嫩 河虾红亮鲜甜 螺丝鲜鲜鲜脆弹牙 相辅相成 鲜上加鲜 而布鱼最精彩的呈现 当属萧山名菜 布鱼烧春笋 春笋鲜 布鱼一鲜 鲜 这个五味之外的字眼 最能表达人们 对于美味的神王 改刀开背 肉质肥厚松软 煎布鱼 要加入一半猪油 风鱼的油脂 让布鱼更添醇厚 而要做到肉不烂 皮不粘 形不乱 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 布鱼和春笋 跨越山河 在锅中 如金风玉露般相逢 鲜盛人间无数 奶色浓汤中 加入翠绿的烟介菜 当地人称它为水冬菜 犹如画龙点睛 在中火的热力之下 布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 让汤汁变得醇厚 此时的布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 汤鱼鱼肥 山水之仙珠连碧河 造就了这道至仙至美的佳肴 肖山人身后的吃鱼功力 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 布鱼肉质细白松软 壮如豆瓣 汤汁浓厚 鲜香逼人 带汤汁很入味 又多鲜美 不是像有些鱼在泥底下的泥土 这种味啊 这个都没有 小时候还经常炸 所以经常是喜欢吃这个鱼 我们肖山人到这个季节 亲命前都喜欢吃这个土拨鱼 看看小小的一个鱼 肉真的是很多的 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 这个汤更加的鲜 配上这个我们肖山这边的冬燕菜啊 橙笙啊 看上去也很好看 吃起来也很鲜美 肖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 人们竹仙的脚步也从不停歇 清明时节的绵绵春雨 带来丰沛的水汽 万物疯涨 在和尚镇的山林里 另一种春日极鲜 也在泥土中蓄势待发 每年的这个时节 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 上山寻宝 他们正在毛竹林里 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 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 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 但只有在清明前后的两周 才独有一种鲜味 口感都绝佳的笋 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 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这两颗爵子的话 这颗爵子会长绳的 这颗爵子不会长绳的 这颗爵子不会长绳的 它没有叶子的 叶子没有的 加这个叶子很稳稳的 一般的爵子长绳的话 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 这里呢 你看有一个裂缝 里面有个笋的 像这种笋的话 很好吃的 今天不去挖掉的话 一个晚上它 可以占二三十公分左右 这个笋很大的 我挖看 长的话明天早上 上面这个头 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这就是黄泥拱 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 春天的毛竹幼牙 生命力极强 一旦破土而出 水分便会迅速流失 笋壳发黑 纤维变老 神奇的是 这种深埋在地下 尚未出土的毛笋 却笋衣金黄 笋肉雪白 极其鲜嫩脆甜 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鞭不能搞掉的 这条就是这鞭啊 切金川挖笋的动作 小心翼翼 尽量不伤到竹鞭 竹鞭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精 或生成新鞭 或生出竹笋 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基本上我们这个省啊 挖掉的话 就把它埋起来的 圆均就为此把它配好的 埋好的话 在那个边不会烂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 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蟹挖蟹吃 挖起来呢 你只要蟹的挖起来 你拿到家里去 直接把它拿掉 这样就可以吃了 在吃这种形的话 只要吃下面那一团 吃起来的味道啊 好像很有劲的 一个呢 有点甜蜜蜜的味道的 翻遍整座山头 只得到五六颗黄泥拱 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六七倍 但是它们不会卖 这些稀有的美味 专属于家人 半个小时后 黄泥拱送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 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 要品尝绝鲜的味道 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 脱去笋衣的黄泥拱 露出了白嫩的笋肉 手感如婴儿肌肤般滑嫩 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 切成大块 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 便奇香四溢 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 抄水去除笋中的大量草酸 可以使口感更加清香嫩爽 此时的黄泥拱 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的最佳搭档 咸肉 吴清平去年冬天咽下的火腿粉末登场 用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逻叉一遍 多反复的逻叉 腌制两个月 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 到两个月以后它就春天了 洗干净以后把它亮起来 用太阳光照 给它照个十来天 然后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 这个应该还没好 要发红了 外面一层发红了 那才是好吃的 这条火腿刚刚腌了两个多月 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 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这部分买个新鲜的猪脚 给它这里切一段 给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 弄几个蛋 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 也还好吃的 反正多能吃 这个能吃一年两年 三年都能吃 现在有冰箱 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 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了 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 这个汤还有大的用具 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 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 中间都是流沙的 很好吃的 它就是会流油的 那你压的真熟了 剥开来 它那个油汁就爆开来了 它就是那个蛋黄很沙的 鸡红枝白的咸肉 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 但此刻 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 这道菜也叫腌肚鲜 是江浙一带的名菜 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 但在清明前后的和尚镇 当天现挖的黄泥拱 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 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春味 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 以分钟计算 但下了锅之后 就不能再心急 把一切交给时间 小火慢炖 最简单的烹饪 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 黄泥拱的下半段 炖咸肉再合适不过 上半段更细嫩的笋煎 也被吴清平安排的明明白白 笋煎切丁 跟春天甜梗边的十令野菜 马兰头一同清炒 一清二白清爽鲜香 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 笋是味觉的维生素 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 也无可替代 老鸭的挚友是笋肝 去年春天做的野笋肝 经过泡发 焕发了第二春 变得鲜脆柔嫩 清香的笋肝和酥烂的老鸭 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 闻火慢炖中 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 吃完这顿笋肝炖老鸭 再过半个月 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肝的时节就到了 今年春天的鲜美滋味 将在笋肝中继续封存 两小时后 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 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和 笋化解了肉的肥腻 肉吸收了笋的清甜 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 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来了来了 毛水来了 往里毛心 往里地的 刚刚是裂缝了 今天刚刚从山上挖来了 今天这个水还有一点甜甜的 味道怎么样 好香 脆脆脆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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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尔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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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这个时候 萧山的宵夜江湖都会迎来春季的限定美味清明螺丝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 因为清明的时候了 这个螺丝就是很肥很美 它是非常要绞劲 味道很鲜 虽然说螺丝小 但是它里面的肉 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 一缩了一口出来 现在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 很鲜的 清明螺抵枝鹅 清明螺丝肉质饱满 口感鲜脆 是萧山人心中的春日第一鲜 而吃螺丝的过程 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过程 然后吃完这种嘴里也比较Q弹一点 用舌尖点到螺丝口 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这个口对着我们的嘴巴 然后你用力一吸 都只是你一鼓气 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下块要准 加螺虚稳 入嘴得狠 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 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瞬息 跟金的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 瞬间激活味蕾 一口上头 螺丝虽小 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 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 连壳爆炒 清蒸 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 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 要解索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 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 乾塘江 复春江 浦阳江 在萧山汇聚 纵横贯通的水路 为螺丝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清晨六点 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 徐观星 村里人都叫他星哥 是公认的捕罗高手 星哥从八岁起 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 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 有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 他们要到河阔水深 水草茂盛的地方去 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层的螺丝 捕捞螺丝并不用网 而是用瑜伽自制的一爬一斗 在五米多长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 就是爬 而另一根竹竿绑上一张网 做成握紧的形状 便是斗 爬螺丝的过程 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 但不用等斗出水 星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听声便螺 听起来颇有些玄妙 但对于星哥而言 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 自然而然 星哥爬螺丝 星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解出去 经过一个冬天的折服 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 到清明前 已经养的各个彪肥体状 清明之后 螺丝便开始繁殖 到那时 磁螺丝的体内满是沙利般的小螺丝 也叫紫 口感便大打折扣 因此清明前的螺丝 既肥美又少紫 正当时 阳迅村 人多地少 曾经 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 但幸运的是 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 西小江 虽然比不上前唐江的波澜壮阔 但他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 虽然今天 村子里的大多数人 已经不用靠爬罗斯谋生 但现在 阳迅村仍有一百多人 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 他们分成两组 轮番出船爬罗斯 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和仙 人们也尽自己所能 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 下午四点 新歌新嫂满载而归 今天收获托风 爬到了二百五十多千克螺丝 六七百元的收入 是一天辛苦的回报 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 家门口的码头 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 每年这个时候 阳迅村一天就能出产 1.5万多千克螺丝 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 大胆则被端上硝山人的餐桌 大胆则被端上硝山人的餐桌 收获的螺丝中 削出来一小部分 留着自己吃 它是烧螺丝的行家 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 它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螺丝我们自己吃 不吃最大的 也不吃最小的 就是吃中间的那一段 大也不吃 小也不吃 就要吃那个中等的螺丝 大的那个 写出来的那个螺丝 那个都硬 太硬了 纸也多了 烹饪螺丝 最是急不得 彻底清洗 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 再重要不过 星扫将螺丝上的淤泥 反复清洗 直至水完全清澈 螺丝壳清润油亮 才算完成了第一步 接下来 螺丝还要在清水里 至少养上两天 吐进泥沙盒子 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 干净清爽 没有土腥味 螺丝好吃 尾难捡 螺丝尾巴捡得好坏 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 捡得太大了 漏风 螺肉吸不出 捡得太小 又会作不动 但这一切在星扫手中 已经成为熟练的鸡肉记忆 手起螺落 自然利落 酱爆螺丝 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 也是新歌星嫂最爱的吃法 姜片和黄酒去腥 酱油和辣椒提味 已足够衬托清明螺丝的鲜甜 炒螺丝 炒螺丝最讲究火厚 火不够则太生 有腥味 火太旺则肉质变老 不够弹阳 星哥只听着星嫂翻炒的声音 便能判断何时该添财 何时该捡火 这是半辈子的默契 翻炒两三分钟后 螺丝壳在汤汁中 犹如一个个小瓦罐 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 也把螺肉绵长的香 幽长的鲜牢牢锁住 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星哥家的晚餐不论风景 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比起鱼虾 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 或许这就是流淌自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虽然他吃螺丝的功力仍虚精进 但捉螺丝的趣味显然已令他乐在其中 因为青彩 因为螺丝 对我 最有胃口的 五十八岁 你问你年纪轻不轻 你还轻了嘛 对不对 这份都跟二十年差不多 烈的就是烈的 烈的也很简单 心里高兴的嘛 真满足了 这样的音声你胡说不满足嘛 小小的螺丝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 但对星哥一家来说 却远胜于真羞佳肴 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 最平凡的幸福 也最让人踏实满足 四季流转 食材随季节而生长 硝山人逐食令而烹饪 因食至宜 应食而食 顺应天食 以尊重和感恩的心 拥抱美味食物 一年一度的重逢